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香港讯世疗法医生活会会长道家伦教授 今天继续和我们说一下 处于这一个社会氛围里面的讯世疗法处理 上一集我们说过 父母对子女过分忧虑的情绪调整方法 道教授不如我们今天说一下其他一些 我們今天講講疲累 累到虛脫 我們有一些案例 在這個運動之後 越來越多人去求診 其中一些是覺得身心很疲累 日頭要上班 晚上要出去支持 睡到差不多 睡了幾晚之後 就發現自己不太妥妥 睡到半夜都走上來找我們 問一下有什麼可以幫到他 令到他沒那麼累 因為他發覺早上睡醒 身心靈越來越累 這是其中一個案例 另外有些是警察 他們也來找我們求診 他們的問題是覺得長時間的工作 當班 十幾個鐘後 有時做OT 而且在當班的過程中非常繃緊 精神很緊張 令身心靈很疲倦 都有這些情況 疲倦到最慘的是 居然睡不著 累也睡不著 他這麼大個人也沒試過 有這些情況 我們都是運用信息的常識 知識和技術去處理好 這次最適合的花花草草 又會是哪一種呢 在古典花草裡有一種花草 叫齊敦果 又稱為橄欖樹 就很有用了 首先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叫Olive的橄欖樹的狀態 齊敦果的人生活得相當充實 他們有很多事情要做的 因此他們只有很少的時間放鬆自己 他們從來都沒有好好聽從身體的警告系統 這種警告系統是會發放出生理極限的訊號 當那些人去到生命的臨界點的時候 他們就會很容易地累 而且會轉眼之間變得突然之間疲累 他們沒有半點餘力是可以持續下去的 說累就累的了 這種情形是可以在嚴重的缺乏睡眠 或者長時間去治療病人 長時間的工作 經年累月地進食垃圾食物等等之後發生的 齊敦果也代表著三種狀態 第一 年老的 很多齊敦果的果樹都已經有幾百歲了 在地中海一些用來生產橄欖油的老樹 他們的樹齡有超過二千歲 在這二千年裡面他們努力生產、努力工作 年年月月之後又老又巢 又彎身彎腰的樹木樣子 那代表著什麼呢? 很明顯代表著已經很累了 但是他們累得來仍然是繼續生產的 第二種狀態就是在疲累的另一極 就是疲累之後的再生能力 有著第一 即使最老的樹 仍然有新的芽 是從底部生長出來的 第二 而且即使地面上的部分已經全部被毀滅 也有強大的再生能力 因為它重新發芽 那代表著什麼呢? 就代表著虛脫之後的重生 另外第三狀態就是什麼呢? 就是懂得一適當時的休息 很多老樹的產量非常驚人 你不要小看老 不過齊敦果的果樹 就有著一種自我優養生息的機制 一年裡面如果產量多的話 第二年就會變得產量少了 它是不會令自己太過虛耗的 亦都因為這樣的表示 我們人類都應該學習一下大自然 將適當的休息都納入整個人生的過程裡面 大自然真的有智慧 有很多時候真的給予我們很多啟示 其實是的 在順勢療法醫生的所有訓練過程裡面 我們首先一定要學懂 是聆聽動物、礦物和植物的話語 同時也要看穿他們的所有行為模式 另外也要學懂人性和非人性之間的平衡 以及他們的差別 基本來說 在我們人生上經常走著兩首歌 一首叫人性的歌 人性的歌是由我們的歷史、文化、教育和經歷所構成的 而在這首歌奏著的同時 也有另一首歌輕輕地走著的就是非人性的歌 基本來說 我們非人性的歌也是因為這麼少的差別 也都決定了我們人生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包括我們人生的如何不同 我們的看法、我們的做法、我們的疾病、我們的死亡 也都是由它而決定的 而在順勢療法過去200年以來 我們的治療焦點也是集中如何將非人性的歌 即我們的妄念 帶來離開我們的心靈 令我們從學健康 在2015年1月10日星期六 我們香港順勢療法醫學會 就會在香港灣仔伊利沙巴體育館裏 舉行一個大型的講座和展覽 題目就是順勢療法科學與藝術疾病 是一種網唸疾病 屆時我們會很詳細地用很多資料和不同的角度和案例 向我們的觀眾介紹和講解 精神層面的問題 情緒上的疾病 如何與我們的網唸疾病緊緊連繫 亦會介紹有什麼方式 能夠真真實實地有效地將這個問題根治 好,謝謝道教授 一連五集的情感施設討論 亦都到此為止 我們下一輯會講講香港兒童面對著考試、面試、評估等等 各方面的壓力這麼大的話 信勢療法又可以怎樣處理呢 下一集,嬰兒三寶見 提示, Katie 38次,明天 超級火療法